信心从何而来 这个我们上节课应该解答了 信心从 这个问题你都问了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 听道是从基督作话而来 所以道是很重要 人听了才信 以福所书一章里面 三节到十三节里面 讲到了保罗也说 你们既听了他真理的道 就信从了基督 圣灵在你们心里面 做你们得基业的凭据 听了才信 听了福音信了基督 听了而信 因着听才信 那么听的人就会信吗 全世界人听过耶稣 听过福音的人很多 那背后里面 不只有外在真道的宣扬 还有圣灵里面 特别的光照的工作 重生的工作 使人能够克服我们 堕落败坏的本性 超越我们有些愚昧的 所谓的自以为智慧的悟性 能够超越这些 去相信这个不可信的 不合理的 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 这样的情况 所以圣灵使我们 能够听了神的道 被光照产生信心 信心从哪来 从神尔来 信心从哪来 手段是借着工具音 外在真道的宣扬 效果一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对了 我们下期待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